到底为什么需要搬出活情市场的禁载令 现在有研究指出H7N9病毒就是从机传给人 所以活情市场当然就是最大的病毒来源 而香港媒体报道中还点出了市场里面 帮机脱毛的这个器具 可能就是病毒四散的帮凶 大陆爆发H7N9禽流感传染途径 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有最新研究指出是活机传人 而现在又有专家大胆预估 H7N9病毒可能已经人传人 发病一百二十几个人 事实上有一半以上的都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些活机 所以它从人传染人的激励是很大 港媒则士大篇幅指出 活情市场内的积压脱毛机 可能就是H7N9的传染来源 不过台湾教授却有不同看法 认为脱毛机内的水温高达70度以上 已经达到杀菌效果 脱毛机里面的水温是比这个高的 所以脱毛机器里面的 喷出来的那些所谓水利 带有分辨那些病毒 事实上它要再感染人是不易的 另外禁载令禁在眼前 有些县市甚至提早起跑 那国内电载场却在这时传出趁机涨价 农委会主委陈宝基今天出席活动 也针对此事回应 如果有事实 那我们会跟厂商来协调 目前还没有机制能够限制电载厂 胡乱涨价 但会再跟业者进一步沟通 陈宝基也指出目前情况看来 传统活情宰杀这个行业已经不适生存 会再演你出更完整的配套措施 Uda TV 鲁卫中 周月柔 台北报道